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炎炎夏日啊 来一碗不油不腻的日式粘面 最是爽口 在台北呢 有一间传统的日式手工荞麦面 不用出国就能吃得到 招牌天妇罗荞麦面Q弹有劲 沾一下特制的酱汁 冰冰凉凉又清爽 很适合夏天吃 配上了现榨的大虾跟蔬菜 吃起来香酥不油腻 充满了饱足感 这里的乌龙面 同样是弹牙 沾着香喷喷的自制牙肉汤 稀里葫芦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咸香味十足 这个到底滋味啊 就连日本人都赞不绝口 它冷面真的很好吃 对 那个口味跟在日本吃的一模一样 真的是客满 很客满 对 还好我们有定位 很不错 我觉得它的那个面蛮Q弹的 稀里葫芦大口吞食 冰冰凉凉的荞麦面 仿佛在炎炎夏日 为老汤们带来真正良意 跟凉面一样 就夏天喜欢吃凉面那一种 很少专门做荞麦面的 一站就是很像时空切换 对 然后就是 就是背景都是日文 好 这个味道是很日本的 很好吃 等下来 这个小碟红豆是 有点 台北南京东路的巷弄里 这间充满浓浓日式风味的食堂 卖着道地的手工蕎麦面 已近20多年 身为缅甸华侨的老板叶席容 曾在日本住了13年 每天一早都亲自手做蕎麦面 就是草麥粉是80% 小麥是2% 只有用索子頭這樣子攪拌 炒濕的時候 就是水要放少一點這樣子 乾燥的時候就是多一點 就是每天的天氣跟那個不一樣的 因為草麥粉是比較美感 葉錫榮專注地在大紅玻璃揉捏麵團 把空氣擠出來 再平均地向四面八方擀平 讓每一處的厚度推到兩公里薄 嚴謹不苟的態度 展現了猶如日本職人的精神 麥條絲裡有節奏的手工切面 葉錫榮手下的麵條幾乎是等同寬度 把長麥麵丟進鍋裡游泳 快滾1到2分鐘 沖進再泡個冰涼冷水澡 大力拋甩才會彈性十足 搭配的炸天婦羅配料也很豐富 天婦羅是有些蔬菜 就是地瓜 秀珍菇 青椒 四季豆那種 天婦羅粉下去 然後用那個冰水調的 所以比較會酥脆的 裹上特製麵衣的蔬菜和整支明蝦 不一會換上金黃色腕衣 墨盒裝的天婦羅蕎麥麵 根根扎實 透出不直麥香 還帶有些咬勁 沾上醬汁一口吸 最是享受 配上口感卡滋卡滋的炸蝦 蝦肉扎實 輕盈不油膩 實在滿足 炸得剛剛好 吃起來其實也不錯 它的粉不會裹太多 蕎麥麵吃起來蠻有嚼勁的 吃起來其實蠻香的 有那個蕎麥的味道 櫻花蝦蕎蕎麥冷麵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量的櫻花蝦 或者洋蔥 紅蘿蔔 牛棒 裹粉酥炸成塊 飯的時候不要弄成一口 成多要壓下去的 這個要給它散開一點 然後要透那個油過 炸的油那個可以過 櫻花蝦的鹹香味 搭配炸蔬菜剛剛好 拔開麵衣 酥脆度用聽的就知道 單片吃香脆不油 帶些微酥 吸上一口 涼涼又Q彈滑嫩的蕎麥麵 清爽不膩 很是開胃 我每週都來吃 我必須吃這個盒子 營養豐富的蕎麥麵 是日本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 重要飲食文化 而葉錫容的爺爺正是日本人 他叫我過去住日本 他叫我過去住日本 到了日本 沒辦法用到瘦衣的事情 所以還是馬上可以拿到錢的 就是餐廳 比較簡單 對 然後朋友介紹 過去做拉麵店 當時葉錫容雖然沒法在日本發揮 瘦衣系所學 卻意外找到餐飲興趣 還有對麵食的熱愛 我是每個禮拜休一天 然後休息的時候 去吃蕎麥麵 然後吃起來很清淡 然後湯麵比較多 那時候吃的 然後吃起來很清淡 然後我想 那時候要回台灣的時候 想做這個麵做的 應該會有人會吃 會喜歡這樣子 於是葉錫容在東京拜師學藝半年 便來台開了蕎麥麵專賣店 這一開就是20年 即使台灣吃蕎麥麵的風氣 始終步入拉麵 葉錫容仍甘之如遺 每天鍋在狭窄的製麵室做麵 跟蕎麥麵不一樣的是 比較粗 給它放一個碗上 給它發酵之後 改天再來切 這樣才會比較Q 比較有彈性 口感Q彈的烏龍麵 搭配自製的鴨肉沾麵汁 最是對味 然後這個滾的時候 就不能滾太強的火 因為火太強的話 它會顏色就比較 不透明的 很不乾淨的感覺 那個湯的話 用這個涼麵的醬 跟那個湯麵的湯 就是各一半 然後煮那個生的鴨肉 然後兩面沾這個熱的鴨肉湯吃的 滿滿鴨肉片鮮嫩不乾柴 還有大把蔬菜解膩 口感滑嫩的烏龍麵 放進香氣足夠的鴨肉湯頭 Q度不減 清淡與鹹香的組合 勾住了客人味蕾 湯汁也很棒 然後鴨肉也很不錯 所以這我整體還滿喜歡 應該可以再來二三次 排排站的餃子 煎得金黃香脆不年底 外皮Q彈香脆可口 心輕扒開 餡料肉汁豐盈飽滿 醉點醬油變得更滑順夠味 這道乳酪可樂餅 也是老饕不會錯過的配菜 融化的乳酪在嘴裡化開 絲絲蟹肉 讓可樂餅的口感更加提升 味噌拉麵來的 有能力還是要做 然後希望是有興趣的人 要學的話我想教 葉錫蓉有個夢 以後老了不能做事了 要開課教授蕎麥麵 即使手工揉麵 耗食又費工 但它深信道地口感 會繼續擄過味蕎 也要讓更多人認識 蕎麥麵之美 炎熱的天氣裡 大口吃冰是一大享受 台中太平區這一間 開了超過40年的老牌冰店 他們的招牌玉圓冰 全部都是純手工製作 除了有手工做的玉圓 地瓜圓之外呢 還加進了三種配料 一大碗的好料相當的豐富 特別的是這裡的玉圓 跟地瓜圓質地是比較Q軟 能夠嘗到濃濃的地瓜 跟芋頭甜味 讓人吃了一口還想再吃 另外這一碗水果雪花冰 分量也是超級澎湃 一次可以吃到五種的當季水果 一碗涼爽的冰品 吃下肚炎熱的暑氣 瞬間成燒 立陶嗆養鴨逼的人都快融化了 這時來晚創冰最減熱 台中太平中山路上 這間40年的老牌冰店 有Q軟香甜的手工育圓冰 滋味酸甜的鳳梨酸梅地瓜冰 還有分量超級大的五種水果雪花冰 各種冰品吃來透新涼 怪不得店門一開就湧進人潮 它的料非常的多 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它會有 我們以前小時候 比較常吃的那種古早的味道 它還滿求新求變化的 就是有進階版的感覺 因為我已經就是 算吃了一二十年 就是說我從小時候吃到現在 好像他們的味道不曾改變 台面上的配料 數一數將近三十種 幾乎都是黃家人一大早熬煮製作 尤其這招牌的芋圓和地瓜圓 都是黃家媽媽 吳美芸親手做的 蚵仔要筋更大條 更黏的 更鬆 做起來蚵蚵的 更好吃 芋頭經過蕭皮蒸煮 趁熱加粉攪拌 增加碾度和Q度 我們有用三種粉 一個瓶子粉 還有一項韓子粉 還有一個那個我不能說 那個我的比方 這樣來才會這樣 分合起來才會軟Q 吃起來口感比較軟Q 不同於一般芋圓的扎實 吳美芸做的芋圓粉團 不但粘性十足又特別軟Q 得要實際融捏 再手工切成小塊 找一個人家說 你這個韓子Q是順手工 我這樣才知道 因為你切這個不規格 你知道嗎 我就對一個人家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不規格 我用手工切的 手工現切的芋圓 質地QQ軟軟 他的另一位好麻吉地瓜圓 吳美芸選材也很挑剔 五十七了 韓子比較爽 做起來韓子Q 就是比較Q 還比較水色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